欢迎收听大安纪实 我是吕鹏 咱们连着讲了两起沙子案了 今天咱们接着再来讲一桩 这是发生在山西运城的寄木沙子案 这事发生在山西省运城市夏县 摇峰镇南关村 咱们首先来说说这个夏县 就是春夏秋冬夏天的那个夏 为什么叫夏县 据传说这曾经啊是夏朝的都城 但是这夏朝到底存没存在过 现在在史学界也一直有争议啊 不过夏县的曾经确实啊做过都城 在战国时期这就是魏国的都城 现在呢也有着这羽王城的遗址 很多人认为这羽王城是不是大羽治水 是吧 那时候留下来的夏朝的都城不是 这羽王城呢就是魏国早期的都城 后来秦代统一天下之后啊 这就成了秦国的河东郡治所 再到后来建立了大汉王朝 这又成为了安义县治所 关于夏县呢 咱们就说这么多啊 咱们来说的这案子发生在什么时候 发生在2012年 咱们从12年的7月14号说起 在这南关村呢 住着这么一位老奶奶啊 姓范 这范奶奶啊 这天呢 坐在院子里边 哪是以泪洗面呢 为什么呀 家里边出了大事了 这范奶奶啊 有一孙子叫小强 这小强呢 六岁的时候啊 就被家人送去了寄宿小学 就是平时呢 都是住在学校里边 说赶上周末呀 赶上法定节假日啊 这才能回家呢 这范奶奶跟小强 感情是要多深有多深 因为这孩子呀 就是跟着奶奶长起来的 因为小强的爸妈早就离婚了 所以这小强从小就跟着奶奶 这小强呢 原本应该是七月十二号放假 那就该回家了 可是啊 奶奶张落了一桌子 好饭好菜 等着吧 左等右等 一直等不着 眼瞅着天都黑了 还是没见小强回来呢 奶奶心里边着急呀 到处去看看吧 别出什么事啊 就这么着 一找 找了两天两夜 还是没见着孩子 给老人家急的呀 可就不行了 这时候 范奶奶一边在院子里边哭啊 一边就在那想着自己的孙子 突然呐 刮了这么一阵风 哎 范奶奶突然就闻到有那么一股子臭味 范奶奶觉得奇怪呀 哪来的味啊 就四处找吧 找来找去 发现呢 这臭味的来源 就是在他们家屋顶的那平台上 范奶奶上去以后 这味啊 是越来越重 就发现这臭味 是一堆废纸箱子下边传出来的 把这废纸箱子一掀开 底下呢 有一堆旧衣服 这旧衣服 似乎是包裹住了一个什么东西 同时发现这衣服啊 还往外渗出了一部分的血 臭味就是从这出来的 当时范奶奶心里边也嘀咕 同时也害怕千万别出什么大事吧 颤颤巍巍的 把那旧衣服啊 就掀开了那么一个角 一看这里边 范奶奶 差点可就晕过去啊 这旧衣服底下盖的是什么呀 是失踪多天的 自己的孙子 强强 但是强强早就死了 这是强强的尸体 要说起来是真惨的 这还不是全尸 这尸体啊 是没有四肢的 只有躯干 老人当时哇啦一声 可就哭出来了 一边哭一边喊 周围的邻居们听见之后也都赶过来了 亲戚们也都过来了 在大伙的帮助之下 这才打电话报警 警方呢 很快就赶到了范奶奶家里边 得知这消息之后 强强的父母也赶了回来 强强不是这两天一直找不着吗 所以范奶奶呀 就告诉强强的父亲范某 咱们跟他叫范君吧 啊 就让范君去外边找去了 这两天呢 范君一直就在外面找儿子呢 这范君回到家里 眼瞅着儿子被人害死了 啊 四肢也没有了 尸体就藏在自家屋顶 这怎么回事啊 这范君看见之后 响嚣一下 也跌倒在地上了 就在这时候 民警啊 始终观察着在场这些人的反应 因为这孩子的尸体是在自家屋顶啊 那么自家人作案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民警就发现呢 范奶奶跟小强的父亲范君 情绪都非常的激动啊 一度情绪失控 在那又哭又嚎 但是旁边小强的母亲太安静了吧 太冷静了吧啊 怎么一点难过的反应也没有啊 照理说 孩子这么惨 那这当妈的不得疯了呀 这一查 发现这小强的妈妈呀 叫朱红 这时候啊 民警就发现这朱红 不光是一点悲伤的情绪没有 而且眼神总是躲躲闪闪的脸色 有那么一点慌张 民警当然没有直接问朱红 不动声色之下 对朱红进行了一个暗中的走访 问了一些亲友 问了一些村里的乡里乡亲 这才知道 感情这朱红 不是小强的亲生母亲 他跟小强的爸爸范君 这才刚结了几个月的婚 范君 这是二婚了 朱红呢 也一样 他呀 之前也有过一段婚姻 还有一个九岁的女儿 这朱红 这些年来也没有工作 就是以卖菜为生 再婚之后呢 朱红也没把女儿带过来 而是把女儿 留在了自己的父母家 看上去 这朱红 似乎是想着好好的 融入这个家庭 跟这小强和睦相处 所以这才没把女儿接过来 同时 小强这不已经失踪两天了吗 朱红还跟着范君 一起到外地四处寻找 找人的时候 也显得很积极 警方啊 就继续调查朱红 这时候 小强的奶奶 说了这么一句话 奶奶跟民警说呀 警察同志啊 害死小强的 有可能就是我儿媳妇 朱红 为什么说这么一句呢 奶奶是有什么察觉吗 哪怕不是自己的亲生骨肉 朱红毕竟嫁到这个家来了吧 小强就以八岁的孩子 跟他能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他会那么残忍的把孩子肢解分尸吗 很快 警方啊 就传唤朱红 到公安局接受问询 哪知道 还没说几句话呢 这朱红啊 惊慌失色之下 整个心态就崩溃了 他就承认了自己犯下的罪行 他说 是我杀害了小强 他呢 还供述了他害死小强的全过程 这个过程啊 从他的描述之中 这民警都感觉毛骨悚然 浑身站立 这个女人怎么就这么狠呢 原来啊 朱红虽然在婚前就知道 范君有个儿子八岁了 当时也劝自己 他有儿子 我不还有女儿呢吗 那该嫁也得嫁呀 但结婚之后就觉得孩子碍眼了 这小强一直是上寄宿学校 每周才回来一次啊 就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都觉得碍眼 而且小强回来 其实也不跟他俩住 是跟奶奶住 但是这朱红啊 就是心胸狭窄 对小强呢 是越看越不顺眼 在案发之前 范奶奶啊 也已经感觉出来 这儿媳妇对小强的这种不满啊 甚至是有一点点敌视仇恨的情绪 但是范奶奶也劝自己 嗨 谁让不是他亲生的呢 啊 谁家的后妈不是这样啊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只要他朱红能跟小军 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这事忍忍也就过去了 7月12号当天呢 这小强回到家之后 范奶奶跟范君呢 都不在家里边 就朱红一人在家里呢 那么这小强到底是怎么惹着朱红了呢 朱红为什么要做下这样的事情 小强八岁的孩子 正调皮的年纪呢 好不容易从学校回家 不用上课 没人管着了 那就痛痛快快的玩呗 这朱红呢 是怎么看小强 怎么不顺眼 这时候啊 就把小强 叫到了他们家那平房的屋顶子上 就准备趁着家里边没人 奶奶 包括范君都不在 好好的教育教育小强 小强啊 这一段时间啊 也认清楚了 自己这后妈呀 脾气是真大嘛 虽然他对于大人之间 这种复杂的情感不那么清楚 但是他至少知道 这个后妈 吓人 可怕 没事 总喜欢骂自己 小强这时候啊 见后妈伸出手来打自己啊 他也不敢滋生 只能是忍着 那这朱红 为什么要打小强呢 朱红说呀 因为之前小强啊 有过偷拿他钱的事情啊 当然这事是真是假 已经无从得知了 朱红就说当天呢 他就是在教育孩子 不要偷拿家里边的钱 朱红啊 在这平房屋顶 打了这小强几巴掌之后 还不痛快呢 又把小强带进客厅里边 接着打 接着骂 越打越起劲 是越骂越生气 朱红啊 这情绪是越来越激动 在农村家家户户的院子里边 一般都会有斧头啊 拿着皮柴啊 或者弄个什么东西啊 这时候朱红跑到院子里边 把斧头可就抄过来了 狠狠地朝着小强的脑袋 可就砸了过去 各位 八岁的孩子呀 谁受得了这斧子 往脑袋上招呼啊 小强哐唐一下 可就倒在地板上那些 刷就出来了 就这样 嘴里还一直在那求饶呢 别打我 别掏我了 但是 朱红这时候已经疯了 一点理智也没有 他对于小强的不满 真的是针对小强吗 不是 而是感觉 自己和范君的婚姻里面 多出来一个别人的孩子 他心里边不爽 朱红哪顾得上小强的哭喊和求饶啊 一下又一下不断的抡着斧头 朝着小强的脑袋砸了过去 砸了没几下 小强不出声了 也彻底不动弹了 这个时候 朱红意识倒弯了 把孩子给打死了 这时候朱红就想 这可怎么办呢 把小强藏在哪呢 这要让范奶奶还有范君知道 那还不弄死我呀 这时候呢 他先把小强的尸体 藏在了洗衣机里 自己的情绪啊 始终也是一个慌乱的状态 得了吧 出门晃荡一圈去吧 出门 溜了这么一圈 又回到家里 总算是冷静下来了 他知道 尸体藏洗衣机里 那肯定是藏不住 这洗衣机 平时得洗衣服啊 哎呀 到底该怎么把这事 给掩盖住呢 随后 这朱红就想起来 我呀 给他分尸吧 拿起来家里的菜刀 斧头 对着孩子的尸体 残忍的进行了分尸 他把小强的胳膊和腿 全都砍了下来 用塑料袋装好了 然后拎着这几个塑料袋 跑到两公里之外的一片荒郊野地 把小强的胳膊和腿就给扔了 回来之后 又把这小强的躯干部位从腰那 把它给斩断了 这时候啊 用棉袄 把这两截躯干就给包裹住 藏进了自己卧室的衣柜里面 把这些都忙活完了 这小强的爸爸范君 还有范奶奶也都回来了 就在家里边 等着自己的孩子回家呀 但是左等右等 等到天黑也等不着 范奶奶有点着急了 范君呢也担心就四处去找 可是找了一圈还是没找着 等范君再回来的时候 朱虹 这个心肠歹毒 心如蛇蝎的女人呢 还在那假模假式的安慰范君呢 没事 小强都这么大人了 肯定不会有事的 是不是到哪个同学 或者哪个朋友家里边玩去了呀 先别着急 小强的父亲范君 怎么也不会想到啊 儿子早已经被面前的这个女人 残忍的杀死 并且残忍的分尸 而儿子的尸块 就在距离他几米远的衣柜里面呢 这一晚上啊 范君还有范奶奶可都睡不着了 也跟邻居们 亲戚朋友们把这事都说了 四处找还是找不着 一宿没找到人 到了第二天 接着去找吧 大家可就都出去了 又剩朱虹一个人在家了 他呢 就又从衣柜里 把小强的尸体挪了出来 然后放到了他们平房的屋顶上 上面呢 用各种旧衣服啊 还有废纸箱子 就给盖上了 除此之外 他知道人们出去一找人 这时间短不了 自己有充分的时间 可以把家里的里里外外 打扫一个干干净净 这朱虹啊 还真是胆大心细啊 生怕留下来一点点把柄 除了拿扫帚不停的扫 更是用拖把不断的洗 洗了一遍再一遍 各位 当时七月份 这可是大夏天哪 其实在案发这两天时间里 小强的尸块 已经开始散发出臭味了 范君呢 也闻到过 范君还跟朱虹提到这事呢 哪来这么一股臭味啊 朱虹就说 可能是哪有死老鼠呗 大夏天的 这也正常 没事 再加上当时孩子没找着 范君也好 范奶奶也好 她着急啊 心里边总担心孩子的安危啊 所以也就没太关注 这臭味的问题 最后还是范奶奶 在自家院子里边啊 一边想着孙子 一边泪流满面 再闻到那臭味 意识到不对劲 这才找到了屋顶 找到了孙子的尸体 至此 这起继母杀子案 终于是水落石出 到了法庭之上啊 这朱虹还给自己辩解呢 他说呀 当时不是想杀害小强 是因为小强不听话啊 偷拿钱 我就生气 不小心把他给打死了 各位 拿着斧子 劈一个八岁小孩的头 这叫不小心 杀完人之后残忍的分尸 这叫不小心 后来在调查过程之中啊 小强的姑奶奶 还说了这么一件事呢 说案发前一天呢 朱虹呢 买了一些卤鸡爪子 好多小朋友喜欢吃这个啃啃鸡爪子 是吧 他呢 买了这卤鸡爪子 是准备回娘家的时候 带给自己的女儿吃 结果没想到 这小强啊 第二天放学回来之后 发现橱柜里边有鸡爪子 那就吃几个呗 小孩正嘴馋的年纪呢 那么这几个鸡爪子 是不是这起案件的直接导火索 也没有人能说个清清楚楚 因为朱虹自始至终 一口咬定啊 我就是为了好好的教育教育 他不小心杀死他的 从其他亲友提供的另外一些情况来看啊 类似的这种小事还有很多 哪怕小强正常的做一些小孩 通常会做的一些事情 通常会调皮捣蛋的那些行为 到了朱虹这儿 这儿就是不可原谅的 不可饶恕的 说朱虹啊 对小强平时就是非打鸡骂鸡蛋里边挑骨头 这事发生之后 别说小强的父亲范君 还有范奶奶 气的都不行了 也别说那些亲属没有多么的愤怒 甚至整个村的村民们 也都气得不行了 村民们呢 自发给法庭提交了请愿书 每个人都写上自己的名字 按下了红手印 上面写着这么一句话 希望法庭严惩凶手 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 最终无论朱虹怎样辩解 2013年5月16号 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依法判处朱虹死刑 针对这个结果 就这朱虹还不服气呢 随后他又提出上诉 他说呀 我呀 是因为在上一段婚姻里 我受到过前夫的家暴 受到过精神虐待 我造成了精神创伤 我这是有精神疾病的 我没有自控力 所以才做了这样的事情 那光你说不行啊 那得有鉴定啊 最终鉴定的结果 朱虹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二审的时候 法院依然维持原判 2014年8月29号 朱虹被执行死刑 行了 这个案子就说到这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